14條,Work at Landry這份 KEP,那些我們要recall 但不知道你還記得多少,所以這題當熱身,這題不算太深 然後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速度,因為我們要轉做meter per second 所以就要將數值除3.6 即將這個 60kmh除3.6 就能轉成meter per second OK 就是這樣 試一試題先,我們稍後也講一講 當然也可能會用回Vu加at的公式 可以抄一次 Vu加at,v2等於u2加2as,s等於u2加1at2,s等於12加1u加v3加2t OK 也有機會用到這些 當然second law太簡單了,我不用了 OK 試一試十四先,我稍後就多一堆 好,都講一講了,都過了4-5分鐘 理論上就應該要做一做完的了 Describe the energy change as the car disservice to a stop 那個能量變化 當然它開頭有kinetic energy 接著就轉做些什麼呢?因為最後一輛車停下來 停下來你不知道能量不會沒有了,就是conservation of energy 所以你的kinetic energy 一定去了某些地方 所以呢 煞車的話,我們之前提過,有word done against friction 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高寒比一分你呢?因為就是kinetic energy of the car 就轉做一下 word done against friction 或者有些書會寫,kinetic energy轉做internal energy of the car internal energy代表什麼意思呢?就是代表heat 因為你的車輪和地面的磨擦會產生熱的 其實它就是利用那個摩擦力或者叫做fiction 就是令到寫停下來,但是 這個摩擦力其實同一時間一定會產生熱的 那所以呢通常 要不就是你寫word done against friction,要不就是轉做internal energy 就是兩個都可以的 那當然internal energy 搭配上來比較型 因為 你想得再深入一層,因為如果轉做word done against friction 就是免那一層而已 歐前微裂,其實最後都轉做熱能 那所以最理想就寫internal energy 那如果不是,寫word done against friction 應該都沒問題 那至於b part呢叫我們回到fh deceleration force 其實簡單一點呢,這個就等於叫我們叫fiction 你見很多時候就很奇怪,就是用那些 力的名字,就是又回到我們之前的那些力的名字 什麼up living force 就是很多不同的名字 那所以你要搞清楚其實是叫我們算什麼 fiction 就是叫我們算,那fiction又怎麼算呢 那這裏我們之前也都提過了,這個也是要recall 我們之前的東西,所以呢 你一不記得呢,就很多東西要重新再pick up 就整件事很痛苦了 就是你聽起來好像有些印象 但是考試你又想不起,就做不到 那這裏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說,剛才煞車的時候就只有fiction一個net force 因為車 向前走 你煞車的話就只有fiction這個力 那當然你說,阿sir不是的,有mg 有normal force,我記得的 但是我們講了net force 這兩個力 就是 通常情況下都抵消了 就是數值上抵消了 這個力本身在這裏,地心吸力不會因為抵消了而消失的 我要強調 就是這個抵消是數值上的抵消 就是你向下1000這樣假設,向上1000 數值上抵消了,但是地心吸力始終在這裏 如果不是,你抵消了的話,人物可以飄上半空 那所以要搞清楚 那net force 只有fiction一個,所以在這裏我們就 那個forse diagram呢,就是這樣 然後呢,如果寫second noise 寫到,本身fnet 等於ma 然後我們就寫f第ma 有什麼題目叫我們計fhdeservicing force 那就是我們要有a才行 是不是 但是沒有 那所以在這裏就看一下資料 下車1250 接著就breaking distance 就是20 這個是u來的嘛 那有u啦,有s啦,那我們當然知道了,煞車之後停下來嘛,所以v是0,你記得在recall我們之前 學過那些東西了 那麼 想了,用什麼方法做 是 能夠最快要計算a嘛 你看如果要計算a的話,你用energy是沒有的 因為ke啦,順便寫一下,ke2分1mv square 或者mu square mu square mv square 跟著呢,pe,mth 然後呢,we done against friction 就fs啦 就是力成它所影響的距離 基本上只有三分色的 energy 所以你看 就不齊 沒有a 那就是說很大程度上就上面那三分色 那你看看,有u 有s 有v,要我們計算a 因為我們要代替這條色 那就是沒有t啦 沒有t的話,沒有t的色就可以 就第二條,v square u square 所以首先我們要用這個 考試force多數都是這樣形式去出的 那所以 你一定要,就是你不可以說我只是wun energy 我只是wun second law 沒有意之歌仔唱的,你一定要wun 是很幸運的就是你 momentum你可以獨立wun的,因為momentum就只是momentum 很多時候 即他都會 second law,u,v,a,g,se,d的,但是就 機會小一點 因為他本身有conservational momentum都已經有排考了 即我還記得什麼 0啦,然後這個60除3.6 Square,加2,乘以a,乘以s 對不對 那就算到a了,當然是負數啦 可能是多,可以讓我們多一下 60除3.6 等於,跟著就square 除2除20 負6.9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這些全部要記回了 接著我們再將這個負6.94代替到上面 當然我們 正常計就 免得出負數 所以我們就 breaking force 就等於 1250的mask 我想要抽下去 然後呢 乘以6.94 的acceleration 868 1啦,如果算到最盡 那我們三個sf是8680 neuton neuton 那個breaking force 即是fiction 跟著呢就c啦,他說呢 如果那個 車速是90km per hour 那個breaking distance又會是多少呢 假設那個breaking force是一樣 即是fiction是一樣 那就是deservation是一樣的 跟著他就問 那個breaking distance是多少 那這題其實有一點點奇怪的 都不奇怪 這題 你為什麼說奇怪呢 跟著又說不是呢 因為你見一路以來呢 我們都沒有用energy計算 你看b a part沒有數計 b part我們用 second law再加 UVATS計算 那你見整題都沒有energy的元素在一邊 就是不用ke那些 那為什麼會是energy呢 因為c part就可以用energy 怎樣呢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第1A part我們做了的ke 就轉做work done against friction 所以conservation of energy 的公式就是 c part呢 就是ke 就是work done against friction 跟著代2分1 跟著乘1250 就再乘2個 速度的平方 那這個當然我們要轉做meta per second 所以除3.6 因爲現在他問90kmh 就是那個breaking distance 是多少 那就是f f就是我們剛才計到的8680 因爲它有一個breaking force 是一樣的 剩下一個距離s 所以你用這個計算就快了 如果你用second law 再加uvats計算就慢了 差不多 不過在這 因爲 可以用energy計算 我都當是一個示範 當然希望你記得 就是這些部份 就是這些部份 45米 dispacement 45.0 OK 這個數字不是Exact 所以 就是 這些其實就 如果考試 的題目來講就算中等難度 就算不算最難 那 都 都要懂得做的了 那我免得特地另外印多一份 因爲本身我都15、16 可不可以再印多另外一份給你 不過就 我也不知道 Wave本身要講多久 所以就 最後決定就沒有印 那這裏就 一架車 一架車滑梯 類似過山車那樣的東西 那先看一下 這個都可以試試做 那我們做這題 另外 連結又是差不多 時間了 那我們 轉第三條連結 然後回來 等你多做一會 我們就對這題答案 希望可以做多 15題之後 再做多一題 OK 我們轉頭 現在轉連結 然後你做題目 一會兒我們就對答案 OK 那我先進入這裏的錄影 是